人氣話題要帶您關心到 今天台股跳空開低 一度大跌超過550點 失手24000點關卡 台積電 鴻海 聯發哥領碟 台速四寶等傳產股則是逆勢上揚 那麼專家分析了 這個是正常回檔 最近股失望 跟股市相關的證交稅 6月 時增進額是達到了276億元 連續十四紅 上半年加總起來 比去年同期增加將近有七成 因此今年的證交稅 很有機會可以超增 大盤一片慘綠 股民看了連野綠 受到前一日每股收跌牽連 12號台股以23955點開出 一度大跌近600點 下探至23802點 科技半導體概念股領碟 盤中台積電 一度重挫超過4% 最低下探到1030元 等同市值縮水1.29兆元 鴻海一度下探到217元 聯發科還灌破月線 失守1400元 不過傳產類像是台速4保折 逆勢上揚 台北股市漲多的一個壓力 背景之下 基本上壓回是還蠻正常的 觀察指標有兩件事情 也就是說台積電在接下來 即將要進行法說會 第二件事情沒有看到 外資的態度有所轉變 那麼基本上對台股後市 短線的這個表現來說 當然是有存在一定的壓力的 不過台股2024年上半年 強強棍證交稅時針進額 光6月就達276億元 創歷年同月新高 年增40.2% 聯時四紅 一到六月總計 共1431億元 創歷史同期新高 年增近7成 今年證交稅很有可能可以超征 美國領准會可能會降息 那這個部分民眾必須要關注 如果降息的話 可能這些資金都會轉移到 債券型的市場 變數更大 就是美國的總統大選 所以說民眾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個趁著高檔的時候 先獲利老街 展望下半年 專家點出相關風險 台股半年報美股財報季登場 投資人需密切注意 這楊宗彦余林宇台北報道